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 本周将在六个关键中发动1000万美元的广告公式 试图压制选民对民主党对手贺锦丽的高涨热情及踊跃的捐款 路透社报道 这是川普自今年1月以来最大手笔的广告公式 当时他正与党内对手争夺共和党提名 川普的竞选团队尚未回复置评要求 但这波广告战的推出时间正逢贺锦丽参选改变了选情 现任总统拜登上周放弃竞选连任 改为贺锦丽备数以来 他迅速凝聚民主党党内支持 并巩固大额赞助人体力挺 他也在拜登先前难以争取到的年轻选民中激发新的获利 直至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上周也展开了广告战并表示 将赤字3200万美元在三周投放批评贺锦丽的新广告 78岁的川普今年在自创社群平台 真实社群发布一则广告 剪辑贺锦丽过去受访竞选活动和辩论等场合说过的话 试图将那描绘成一个与一般美国人脱节的极端自由派 特别是在与经历工业衰退的铁锈带民众脱节 与总统竞选活动不同的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接受的捐款没有上线 因为这些组织通常有更多钱可以花 但不得在策略上与竞选振用协调 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未来前进表示 将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等地投入5000万美元力挺和尽力 这6州被视为可决定选情的关键州 因为这些地方的投票偏好左右摇摆